那么这其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这插曲当时我不知道苏小茂是怎么想的 当时怎么验下这苦果的 6月7号去领证 6月6号 翟欣欣跟他说 说我结过婚 这事说我结过婚 我结过婚和我曾经有过男朋友是俩概念 那结过婚从法律上讲 您叫二婚 甚至三婚甚至四婚 咱都不去调查 就是你肯定不是第一次结婚 那么你临近去登记的时候 你说这个信息什么意思呢 是你告诉对方 是坦白的告诉对方 还是迫不得已的告诉对方呢 那我想翟欣欣这课 一定是迫不得已的告诉对方 要不然有欺骗之嫌 苏小茂吞下了这个苦果 还是选择了结婚 我想在今天的这种信息时代 都不应该出现这种事 我们过去是有这种事的 过去是有这种事的 因为过去没有信息 过去的信息都是比较单一的 不像现在网上可以查询的 你比如民众系统 他有没有结婚是可以查询的 比如你通过网练 这个婚恋网站 介绍过来的婚恋网站 应该帮你可以查询的 对吧 那么你这样一个大学生 你在哪上了大学 在哪读的硕士 读的博士 毕业以后又在哪个地方工作 这个地方都应该是不难的事情 但是怎么都不知道呢 我觉得苏小茂一定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我们现在想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呢 不是这个事 谁对谁错 我们也没有能力 站在法律的高度 予以这个事一个宣判 我们从道德的角度上讲 道德是两种谴责 一种叫自我谴责 一种叫社会谴责 我们今天的人都皮糙肉厚 社会的谴责往往不起作用 那么它自我谴责是应该有作用的 比如我们老说一个词叫道德底线 什么叫道德底线呢 就是你不能自己跨越出这条界线 这就叫道德底线 这就叫自我谴责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呢 这个在某种条件下 一定受你的良心制约 每个人都是有良心的 多坏的人都在某种时刻 或者对某一部分人是有良心的 比如中国人的话说虎毒不食子 就是这个意思 这老虎什么都中吃 但是他不会吃的儿子 这就是老虎的良心 翟欣欣事件中呢 我们今天呢是没有能力啊 从法律的角度去抛袭他 去这个审判他 去宣判 我们没有看到 如果我想将来 如果苏小茂家属要去起诉的话 我们能看到一个结局 那么老百姓认为什么呢 老百姓认为 不管你法律怎么判的 不管你道德上怎么约束的 他上有苍天 下有什么呢 下有公众舆论 我们今天的公众舆论 以铺天盖地之势的 去讨论这个事 那就说明这件事 深深地触动了 今天社会的这个内心 那我 我去想这个事啊 跟大部分人想的不一样 就是我不想去追究 因为我也没有能力追究 我就不想追究这个事的真美 至于翟欣欣是否是骗婚 我们不去追究 那我们就要看看苏小茂本人的问题 第一 我认为苏小茂这个人 内心不够坚强 对吧 我重新在嘟嘟里说过 我说过 我人生有八字方针 叫这个自信 坚强 认真 宽容 人生啊 要给自己定一些目标 比如自信 我讲过 就是你必须掌握大量的知识 你才可能自信 那么坚强是什么呢 每个人人生中都一定会遇到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可能是生理问题 比如你受伤了 比如你陷入绝境 你都要内心坚强 还有的是心理问题 比如你去到 你遇到了这种要离婚的事 或者骗婚的事 那你一定要内心给自己一个信号 叫坚强起来 面对它 而不是一死了之 过去古人都说 欲栓披露 欲水架桥 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我们碰见什么问题 自己自我去解决 你想想 当年人家江姐 国民党逼江姐 是往这手指头里去 钉竹签子 人家也没跳楼 人家也扛不着 这就叫坚强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 接受了很多坚强的教育 今天的孩子可能 没有这种坚强的教育 所以呢 这个遇到问题呢 就选择一死了之 其实今天这个社会 你可以仔细看 生活条件越好的 相对来说都比较软弱 生活条件不好的 相对都比较坚强 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很多从底层出来的人 心智都比较健全 你跟他 你给他一个巨大的压力 他自己能扛着 如果你的家庭生活优越 从小都是爹妈哄着 周圈人都认为你非常优秀 非常成功 其实你内心一定是不是坚强的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有很多成功人士 我也认识很多成功人士 不管你是在哪个领域 不管你是艺术家也好 是企业家也好 你成功 大家都看得见 但是大家看不见你的苦难 每个商人他成功 他所遭受的苦难 一定比正常人多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的坚强就比正常人也多 比如2000年的时候 2000年 这说起来转眼都17年了 当时互联网低潮 第一次大的低潮 就今天在互联网 老牌互联网公司上的很多 所谓的CEO创业者 我当时都见过 在那个低潮期的时候 很多人的那个都是面如菜色 打着吊针 从医院出来去谈这种商业谈判 都很难谈成功 在那样一个低迷时刻 你能知道 你知道他内心所承受的压力吗 如果那时候你选择自杀 你就没有后来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苏小茂呢 这个自杀这个行为 是完全不可取的 尽管全社会都对他表示一种同情 但是这个行为不可取 那么在社会学的角度上讲呢 这个人际之间的最亲近的关系 反而是没有血缘的关系 是一层性关系 这就是你的婚姻 所以这种婚姻关系的改变 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需要极为谨慎的 一步走错 满盘结束 那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 还有跟这个类似的很热闹的事吧 比如啊 有这俩这事我是一丁点都不关心 都是边祷告我的 这俩人名都让我记半天 一个叫薛之谦 一个叫李玉彤 据说这个薛之谦是个歌星 这李玉彤是个网红 这俩人呢 跟天下的事是反着的 上一个呢 是按照公众的认知 叫女的把男的给坑了 这个按照公众的认知 是男的把女的给坑了 这个我跟这些人都不认识 听说都没听说过 也无冤无仇 我们只是对这个事 就是论事 各自的粉丝也别喷 那么这个网友是这么说 网友啊 中国的网友是厉害 我特别爱看啊 很多事件网友的这个 对事情的这个评论 因为每个网友都有他自己的 这种思想角度和说话角度 所以有些网友说出来的话呢 就震聋发聩 比如有网友就评论这件事 说啊 人家都是拿老婆的钱的去养小三 说这个倒好 这个是拿小三的钱来养老婆 说真的传播正能量 这是一种调侃的说法的啊 当然这个也不是正能量啊 但是起码 他跟我们知道以前的那个生活状态 拿家里的钱去养个小三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薛之谦呢 跟这个李宇彤呢 俩人合作开网店以后呢 薛之谦呢 就突然就宣布啊 就宣布就说 哥他的这个前妻呢 就是又和好了 那么这李宇彤呢 就过不去了 说你跟我这儿 弄了这么些日子啊 咱俩都把这网店做起来 又发了财了 你突然又宣布 跟我不好 你又回去了 你又跟你的前妻 又弄在一起去呢 那么这时候呢 李宇彤就认为 那钱是我们挣的 这钱有我一份 那你把这个我的钱 都拿走了 给你的前妻 那我心里就过不去 就患了严重的抑郁症 据说还怀了孕 还把孩子给打掉 那么 这些啊 口水之障 我们现在不是法院 我们也没法去看 这些证据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先就网上公开的 这个信息呢 做出一个简单的判断 这件事首先是 李宇彤跟薛之谦之间呢 没有形成一个法律关系 如果他们俩在开网店的时候 已经有了一个法律关系 就是说你领了结婚证 那后面的事情就不是这样 那现在你跟你的前妻 虽然离婚了 办了首席 但是你复婚呢 就是严格说复婚跟结婚没有区别 你跟你的前妻 这个复婚和结婚 是一样的事情 那么你复婚以后呢 你把跟这个女孩子 一块合作开网店的钱呢 带走的话 那么就形成了今天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的公众舆论 对这个事是不容的 公众的认知啊 全世界公众的认知 都倾向于一种朴素的认知 他不考虑的司法上 应该谁占多大比例 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他只考虑 我们感情上能不能接受这件事 如果说 薛和李两个人共同在这个社会上打拼 创下一份家业 然后你把这个家业全部带走给你的前妻 那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出现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叫阴谋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 你要把挣来的钱带走 我想哈 两个人在一起分开 都是随时都有这个权利 因为你没有结婚嘛 你没有法律义务要 要在婚变的时候啊 要采取财产分割 你只是两个人混在一起 那么就是看谁能出示证据 去在法律上啊 争得自己合法的权益 那现在女方认为 这个网店是我们开的 我有50%的股份 你有50%的股份 你不能把我跟你打拼下来的 这个财产全部带走 那么男方呢 是不是全部带走了 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对于公众看见这件事而言 公众认为是男人骗了女人 前面那个案子是女人骗了男人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络社会 这类的事呢 这个很多 其实它不是越来越多 它是很多 是因为信息社会会把这类事放大 我们过去有这类事 只限于一种这个局部地区的认知 比如这个单位的人知道这个事 出了单位谁都不知道 或者这个社区人家都知道 都是天天大妈在那传 这个一个社区出了问题 这个社区的人都知道 它也不会传到社会当中 但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社会呢 会把一些很私人化的事情 传到全国人所皆知 你比如啊 这个马荣和王宝强这个事 这个事去年就开始闹 去年的夏天闹到今年 王宝强突然就在网上宣布 就说我要声明离婚 说我妻子出轨 跟我的经纪人 这个很快他就解除了 他跟老婆和这个经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呢比较复杂 它不是两个单纯人之间关系 跟翟欣欣和苏小茂不一样啊 它是一个三角之间的关系 那么现在的消息是啊 就是前一日的宋哲 因为植物侵占队被抓啊 这个将来这个自由公论 大家都看得到 它会有一个结局 那么马荣认为我们的婚孕呢 还是有感情的 我也不愿意离婚 这些事都是由他们自己去处理 我们这个也不能假设问题 问题是不能假设的 问题发生就发生 没发生就没发生 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在他们这场婚姻 婚变当中 它的有什么道理存在 我老说婚变是我们人类啊 这个婚姻行为中一个最正常的状态 大部分人的婚姻都在一生中啊 都会磕磕绊绊 很少有一个就是 如交似气的白头到老 从结婚那天起 就跟每天都跟新婚一样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也不是说没有 有啊 微乎其微 但大部分人在婚姻中 都会有磕磕绊绊 磕绊绊 如果到了个极限状态 那只好一分两散 对吧 所以婚变这个事 全社会都能容忍 不仅是今天的社会容忍 在中国过去古代社会 都能容忍婚变 但问题是啊 两个人结婚 婚变这个问题不能事先设计的 尤其不能介入第三者参与设计 我说王宝强的婚姻啊 和马荣这个婚姻中间加这个宋哲 主要的问题是在这儿 他里头有阴谋 有阴谋就超越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结合和分裂 感情是可以结合的 也可以分裂的 这个 每个人在这个漫长的婚姻道路中 有可能是双方不和 八字不和 生肖不和 血型不和 星座不和 分了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因素介入 比如财产问题 突然有人变成巨富 比如有其他的人的介入 比如我有这个 男性又碰到漂亮的女性 女性又碰到有财的男性 都可能导致婚变 但如果在婚姻 这个人类啊 文明社会的最干净的一个关系中 设计出来一个第三者 而要侵吞你的财产 利用婚姻 侵吞财产 是今天的社会 乃至全 从古到今的社会所不容的 我们仔细想啊 这三个案子 第一个 翟欣欣案 第二个 是这个薛之谦案 第三个是王宝强案 这三个案子之间 直接引起薛人大波的 并不是他们之间的情感问题 而是财产 财产是我们今天 人生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所以天天有人教你怎么样的发财 怎么样的财务自由 天天有人告诉你谁是首富 那些首富我跟你说 跟你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天天有人给你设立一个小目标 而这个小目标有可能你终身拿不到 但爱情每个人都有 多穷的人 就能过去的连叫花子都有爱情 所以爱情跟财产一旦绑在一起 很多事情是说不太清楚的 我们大部分的成年人 如果在这个生活中呢 突然有一段时间陷入一种愚钝状态呢 一定是陷入了爱情状态 无论男女 只要是他真的觉得他自个儿进入了一个爱情状态呢 他马上智力就变得非常的低下 苏小茂是一个 对不对 我觉得王宝强也算一个 这样说他呢 对他不公 但是他确实因为有爱情迷住了他的双眼 所以他就变得比较迟钝 我们先不能说他变得比较愚蠢 愚蠢这话有点伤人 但是他们确实变得非常迟钝 你想想 这个苏小茂这样一个人 优秀的程序员吧 你不能说他不聪明吧 他比一般人都聪明吧 他是天才程序员 他智商在很多人之上 但是他面对翟欣欣这样一个女子 他一点辨识能力都没有 他根本不知道对方在怎么想 对方在这样管他要钱的情况下 他认为钱能买来爱情 所以自个儿变得非常的愚钝 人在情感面前变得愚钝呢 是从古道军有定论的 比如西方人认为 在所有的间谍当中 成本最低的就是色情间谍 很多年以前 大概是196几年 197几年的时候 有一本写 前苏联的色情间谍的书 那个书名就叫色情间谍 那个书里就是在讲 人怎么利用情感 获得对方的信任 所以色情间谍在获得这个情报的成本上 是在所有间谍中最低的 他为什么最低呢 就因为情感能迷住对方的双眼 他就真的相信这个爱情就来了 他有这种训练 我们古代也有啊 古代36记中有一个记叫什么 叫美人计啊 美人计就是用这种色相啊 或者用你的出众的相貌迷惑对方啊 你比如我们知道的西施啊 貂蝉呢 都属于这类 我们过去最好的一个方法啊 跟少数民族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亲呢 把自个儿的像文成公主啊 把自个儿的公主嫁出去啊 让获得对方的一个信任 那么我们再仔细想想啊 什么是爱情 爱情就是两个人都愚钝 两个人都变得比较愚蠢的时候 这爱情就真的来了 如果只有一个人愚钝 另一个人非常的清醒在设计 那就是欺骗 我想这个苏享茂啊 黄宝强 这个薛之谦啊 就这三个案件啊 就是三个社会上比较关注的事件呢 都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一个 这个提示 最美好的爱情是什么呢 是他们三个猫 你看啊 这三角关系啊 都互相很警觉啊 互相算计啊 美好的爱情是什么呢 就是要评估自己的能力 找一个跟自己对应的人 那么 我们过去啊 我们讲过启公先生啊 启公先生呢 这个自己的婚姻是包办的 包括胡适先生 婚姻都是包办的 而人家也能安稳的 和和美美的过完一生 人家也有爱情 人家里没有欺骗 那么我现在所说的啊 就是爱情啊 部分男女 我们对女权主义者也是这个态度 不要认为我们说的话是男人选择女人的 较为爱情 女人没有权利选择男人 一样 不是这个问题 今天男女之间都可以自由的去选择 你当你认为 不管你是男的 不管你是男的 还是女的 当你认为一个伟大的爱情 向你以排山倒海之势 涌来的时候啊 一定要清晰的有一个头脑 要考虑这是不是爱情 这两天啊 有很多事特闹心啊 特热闹 这闹心不是闹我们的心 是闹网友的心 最近啊 网上有几件事闹得特别热闹啊 比如我们的理科女硕士 宅欣欣的事件 按理说这个理科的这个硕士博士 尤其女硕士女博士 都是给人一种比较呆的感觉啊 恋爱总是不成的感觉 可是她不仅恋爱成了 还能够结婚 还能够得取一大部分财产 而且这丈夫跳楼了 这丈夫是个什么人呢 是个程序员 是个程序员 哎你怎么这么嗨啊你 这丈夫呢是个程序员 俗称呢 马农 马农就是程序员吧 她是高级马农 她自己有个公司 这公司呢 多少有些盈利 宅欣欣事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主要是大部分网友都认为她是骗婚 至于她是不是骗婚呢 这件事不由我们来定性 是最后有司法机关 没有司法机关定性 也有公众舆论 公众舆论能为这个事定性 我们先不去探讨这个事情的这个前因后果啊 前因是结婚 后果呢是跳楼 这个跟我们常规对这个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的认知是完全的不同 由于后果极为激烈啊 激烈是以苏享茂就是她的这个丈夫啊 离了婚的丈夫跳楼作为终止 引发了这个市场的一个轩然大波 那我们就对她的前面这段事多少有一个了解 按理说她前面这个事都是她私人的事 一般人都不会知道 就是她怎么恋爱的 不会知道 她的恋爱花费了多少 不会知道 但我们今天知道了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什么呢 首先是她的认知 认识时间极短 三月份啊 今年年初三月份呢 这个翟欣欣是通过婚恋网与苏享茂认识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很重要 她不是通过中间人介绍 她是通过这个婚恋网 那么她三月份认识 有案可查的 因为买车是有案可查的嘛 她在四月十三号就一个来月 或者甚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她就花了多少钱呢 花了一百零八万 给她买了一辆特斯拉 这特斯拉我跟你说啊 自打特斯拉新闻一出现 我就兴奋的不行 为什么呢 我想买一个 我做过一回 做过一回是人家试车 特斯拉第一个感受 就是车里的空间比别人大 比别的车大 它为什么感觉比别的车大呢 就是它的这个发动机系统的 所有传导的东西都没有 它前面那一段就是 比如变速箱啊 变速杆啊 包括这种传送的这种 你比如后轮驱动的车 它有一个传送的通道啊 都没有 所以车里显得非常的空旷 第二呢 车里显得非常的酷 它怎么酷呢 它前面有个大屏 我们一般开车的时候 都不能看前面的屏 只能手机有个导航啊 比如好一点车 有个小一点的导航屏 但是它那特库这么大 再有呢 就是这车的提速 极可怕 坐在车上啊 因为它提速是没有声音的 你知道 我们坐惯了这种汽油机的车呢 它在提速的时候 它的声音跟它提的速度 是成正比的 如果它这个急速加速的时候呢 它上车的会有发出很大的轰响声 所以它跟你的加速度呢 成正比 你都有一种很兴奋的一种感受 而特斯拉没有这个声音 它没有这个声音 一脚油门下去 还没有感觉的时候 曾经就出去了 加速极为快 当时呢 我就特想买这么一车 但是没舍得买呀 我这一直到今天 我还想买这车 我都没舍得买 因为我觉得这车太贵了 那在谈恋爱的时候 通了一下就花一百多万 给买这样一个新款车 只能说明两点 第一点就是它特有钱 这苏享茂啊 它这名字很怪 我老记不住 苏享茂就特别有钱 这是一种 拿一百多万不当钱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是一交换条件 就是你必须给我买这车 咱俩才能够作为其他的 比如婚姻的一个交换 这个特斯拉啊 我们特别就想啊 就是这个车一定将来是一种自动驾驶的车 我对自动驾驶的车特别感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会开车 我不开车 我出门 要不然就有司机 要不然就有亲人 要不然就有熟人 要不然就是朋友 反正所有人给我开车 我就不想再开车了 年轻的时候还曾经想学学开车 后来因为有人帮你开车 你就不学了 那我就对自动驾驶的这个车 特别有兴趣 但是今天想啊 短期之内这事解决不了 为什么 世界上自动驾驶的车 它必须有一个前置 就是它公路情况 得遵守交通规则 你在美国能自动驾驶 一点都不夸张啊 一进中国这胡同 就彻底瞎了 什么特斯拉进了北京城 它也开不成 只要你走自动驾驶 它一定就死在这 苏小猫不仅仅是给这个 翟欣欣买了车 第二个月啊 就五月份又跑到海南清水湾 给它又买了一套房 这个你想想啊 这速度 买车买房啊 这个苏小猫怎么 那么有这个决心呢 我想一定是 它认为 它的爱情已经到来 婚前 他给这个翟欣欣 花了二十三万块钱 买了一个卡地亚的钻戒 卡地亚的钻戒 二十三万块钱 不能算太贵啊 在卡地亚这个品牌钻戒里 但是一定不是那便宜的 因为便宜的卡地亚的钻戒 就是几万块钱 那你看啊 四月份买车 五月份买房 六月份领证啊 前面还买了钻戒 七月份呢 离婚了 什么时候离的呢 七月十八号 从领证到离婚 一共四十来天 这还不算完 因为翟欣欣要求他补偿他 补偿他多少钱呢 一千万块钱 这事是所有网友 内心都不能接受的一件事 那么在后面的时间内啊 就大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都不到两个月 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个苏享茂呢 不堪这个翟欣欣给他的这个压力 最后选择了跳楼自杀 这个事情听着吧 比较离奇啊 大家就想一个男的啊 这个智力不能算有问题 你智力要有问题的话 你不可能挣这么多钱 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女人身上 显得这个如此的愚钝呢 然后如此的又不堪一击 自己的内心崩溃 以此作为这件事的一个结束呢 那么有人给他统计啊 就说这个翟欣欣和苏享茂啊 在这个两个多月的这个交往当中啊 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一千三百多万 每天啊 和二三十万块钱 我这想了想去啊 那每天就是这俩人认识啊 这男的给女的每天花个二三十万 最后还死了 这女的获得了一千多万的财产 那我认为这女的还是想不开 如果有一男的每天给你花二三十万 那你应该跟他白头偕老 你想想每天二三十万持之以恒啊 如果你以后还有七十年时间呢 今天的人二三十岁活到百岁不是梦啊 是个正常的状态啊 你活到一百岁的时候 这七十多年乘上三百六十五天 再乘上每天啊 二三十万 是多少钱呢 我很小人呢 算了算 大概得五六十个亿 这五六十个亿 今天在中国呢 就算女首富了 这就是大钱啊 这资产啊 就超过了很多服务司 航拍榜的这个富翁 所以他还是没想开啊 Lil少爷 了 啊 你 感谢观看